哈喽大家好我是芒果 我本来想说一下课赶紧回来给你们录这个视频 然后但是我想到我家里的那个餐巾纸用完了 所以我去了一趟Vitros 然后买了一点东西 虽然这个不是重点 但还是跟你们讲一下 买了一盒这个红蹄 我觉得英国超市这边的那个红蹄都超级超级甜 真的就特别甜 然后他们都是这样一盒一盒装好 所以我特别喜欢买这个 一盒是两磅 虽然价钱有一点点贵了 这个红蹄 Casco的也很好吃 然后价格都是两磅的样子 然后我的抽纸用完了 所以就买了一包这个Cleanx 这包装很闪有没有 很漂亮 然后它现在也是Vitros在做特价 然后是一磅 我觉得这边抽纸真的超贵 一磅在国内能买一提吧 这边只能买一盒 没办法呀 我又在想要不要在那个Amazon上面买抽纸 但是好像Amazon上面的抽纸都是很多 就比如说一提12盒那种 我觉得有点太多了 我怕我会用不完 然后还买了两个这个酸奶 反正是在微博推荐过吧 然后这个是YEO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读 YEO这个牌子的 然后它家有超多口味的酸奶 现在也是在做特价 因为黑五嘛 然后又碰上感恩节 所以超市蛮多东西都在打折的 然后这个是原价是1.6磅左右吧 现在是242就是两磅两个 就一磅一盒酸下来 英国这边的酸奶都是这样 就是很大一桶 然后有450克 可能它超级多这种酸奶的罐罐 我觉得我把它洗干净 然后用来装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里面是那个玉米面 就是可以煮粥的 煮粥用的那种 然后这样它就不会倒 就不会东倒西歪的 比较好收纳 这只是一小部分了 我就是大多数还是都扔掉了 因为懒得起 好 这就是我刚刚在VTOS买的东西 那今天的重点呢 是要想跟你们分享 我近期的空瓶 但是其实 就是跟别人的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我大多数的是吃的 然后之前也有同学说 想看那个零食的分享 我就想就是都把它放在这里 吃到我就留下了一些盒子 就是比较好保留的盒子 因为有些那些食物的残渣 我放久了 我怕会就是会长虫或者 所以就留了一小部分的盒子 然后还有一些是我的护肤类 或者是日用品的空瓶 要跟你们分享 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外面天 已经差不多 快要黑了 就这个光线 已经不足以支撑我 怎么突然变这么黄啊 就这个光线已经不足以支撑我拍视频了 所以你们在那个视频里看到的 我可能会有点怪怪的 唉 不过也没关系啦 对了 我没有跟你们讲 我今天穿的衣服是 昨天出去逛街的时候买的是 Topshop的一件毛衣 然后它是这样拼接的款式 我很喜欢它这边红色跟米白色的这个条纹 它虽然是毛衣 但是又有一种卫衣的感觉 所以有一种运动风的感觉 昨天Topshop没有很给力的折扣 就只有部分款式有折扣 就款式很少 但这件毛衣我还蛮喜欢的 这个打完折之后 就半价它是打5折嘛 然后半价是25磅 然后再加上学生折扣可以打9折 所以就是25x0.9这样 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吧 首先用完了一盒 隐形眼镜的护理液 这个是奥迪的 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 这个护理液我用了 应该有三四瓶四五瓶的样子了 我很喜欢奥迪的护理液 但你要让我说它到底就是好在哪里 我也说不上来 反正就我感觉这个比普通的那种博士轮要好用 然后这个我是在淘宝上买的 国内的护理液跟英国的比起来真的是太便宜了 英国的护理液真的好贵 不过我都是在Amazon上买那种两大瓶的套装 然后我现在用的是博士轮的那个绿色瓶子的 如果你没有试过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奥迪的护理液 然后这个是多少毫升呢 就335毫升的 已经空掉了 然后用完了一个牙膏 这个是舒适达的牙膏 是repair and protect 修复系列 这个我觉得牙膏其实都没什么特别的 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用到哪个牙膏 说让我就是用完之后牙齿就变得特别好 或者用完之后牙齿变得特别白 就我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牙膏 然后这个牙膏就是很普通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是 它的膏体比较稀 就是我有时候这样不是挤出来吗 然后它就是离开牙刷头的时候会抽丝 那我觉得应该是我这一款的问题 因为舒适达我用过 以前好像在国内的时候用过 它家别的 就没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款有这个问题 好 然后是一个 施滑扣的一个营养水 名字叫施滑扣精致润养精油营养水 其实之前有朋友跟我说过这种东西就没什么用 买它家的那种精油可能会比较有用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施滑扣的味道 就是它家的 它家的护发线的味道我都很喜欢 然后我好早好早之前有在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 就是推荐过它家的那个羊绒汁洗发水 那个味道就是有种椰子椰奶的味道 我特别特别喜欢 我对椰子的味道真的没有抵抗力 然后这个也有一点 我觉得也有一点淡淡的椰子的味道 我不知道这个味道怎么形容 反正我很喜欢 但是你要说它效果吧 好像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这种东西就是有用 就是比没有用肯定会好一些吧 然后这个我主要是喜欢它的味道 然后我是出国之前买的 所以用了有两个月了 这在去城市 国内去城市买的 因为施滑扣的产品在去城市经常打折啦 就你们看有折扣的时候再去买会比较划算 然后是一个沐浴露 这个就是普通的沐浴露 就是多分的 然后这个我买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我刚来英国 然后没有带这种洗护用的东西 然后就直接冲到超市去买了 跟国内的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我买的是这个coconut 是椰子的 但是它没有一点椰子的味道 完全完全没有椰子的味道 所以我对这个就真的爱不起来 我之前在国内的话 用的是日本的滋生糖的沐浴露 我觉得日本的沐浴露很好用 就是你不需要用洗泡网 也可以搓出很多的泡泡 这个空瓶就不多说啦 接下来是一个The Body Shop的面霜 然后上次录了那个The Body Shop的购物分享之后 有同学在底下给我评论说就是他家是支持藏族的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 所以以后我就不会 我的视频里就不会再出现他家有关的东西 至少如果他 他继续 他这个政治立场 其实是这样没有改变的话 我以后不会再推荐大家买任何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我就快速略过 就不多说啦 然后是一个Serum 这个是精华 然后它是Timeless家的 这个牌子我知道是在微博上看苹果种草的 他很喜欢他家的精华 所以我就想说买来试试 我第一瓶买的是他家的玻尿酸精华 然后用下来觉得还不错 但是他家的精华都是 至少我用的这两瓶啊 是属于那种质地比较稀 比较水的 就他不是那种比较粘稠的精华 比较适合年轻 十几二十几岁年轻肌肤使用 然后我这个是B5精华 之前苹果有推荐他家那个CEF精华 但是我本来出国前想买来着 但是好像没有搜到 好像就断货了还是干嘛 然后就买了B5这个 他家这精华液我用的蛮快的 大概用到一瓶大概用一个月多吧 一个半月这样就会用完 然后这一瓶是30毫升 他家这玻璃瓶还蛮可爱的 然后是这种B管的设计 两个美瞳 这一个是Louis Shine的 一个 不晓得能不能看到 这个美瞳我真的回购过无数次了 因为我是属于每 几乎每天都会戴隐形眼镜的 就只要我出门我都会戴隐形眼镜 并不是说好看或者干嘛 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觉得好看 但是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我觉得说 就是戴眼镜太麻烦了 就是走路啊什么或者到室内会有水蒸气啊 就很不方便 如果要买日泡的话有点贵 然后再加上我出国嘛 如果要戴日泡的话真的要戴超级 就很占体积 所以这个是月泡 然后颜色是orange 虽然它写的是orange 但是其实就是棕色 稍微偏黄一点的棕色 戴上眼的话也很自然 就不会说让不会很夸张那种 它是属于直径稍微小一点的 我比较喜欢那种自然的款式 而且我觉得戴着的话也会比较舒服 所以这个我还蛮推荐的 然后我这个是在金分家买的 我也会把它的微博名字写在下面 眼睛上面戴的这个隐形眼镜是 也是olens的 它是high delf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也不记得我这个是在哪里买的了 它的颜色是gold latte 金色的拿铁 然后我挑美瞳的话 一般都会挑直径比较小的 因为我觉得直径太大的话 眼睛会比较容易干 像这一个的话 几乎是8.7 然后直径是14.2 就我都会挑14.2 14.3这样子的 我颜色我一般都会选棕色 咖啡色这种比较自然的颜色 这个就是我眼睛上现在戴的自然一点的颜色 所以可能看不太出来 就是我所有的日用品加护肤品都讲完了 那接下来的话都是临时的分享 临时我都把它们的盒子装在一个这么大的袋子里 都装满了 但是其实东西不是很多 因为那些空盒真的很占位置 所以东西没有很多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 首先第一个是我前两天才在微博上面发的这个 我不晓得它怎么读 芝士蛋糕 但是我买的是巧克力口味的 就它里面有特别浓 特别多的巧克力果酱跟巧克力碎 嗯 口感特别好 就是很绵密很丝滑的那种 就在Sainsbury打折的时候买的 它加鱼这一盒 这一盒里面有两个嘛 然后原价应该是3.2磅 如果没记错的话 现在Sainsbury在打折是两磅 所以就是一磅一个 所以我觉得价格还可以接受 然后这个我觉得偶尔吃一吃还不错 但是如果就是经常吃的话可能会腻 而且这热量真的不用看 就知道超级高 如果你们想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的话 可以去我微博看一下 因为我有放照片在微博上 对了 关于它我还要讲 就是它的那个盒子 它虽然是超市里卖的零食 但是它的包装就很高档 它是用那种玻璃瓶装的 然后这个小玻璃罐呢 我就把洗干净用来装我的Beauty Blender 这大小就刚刚好就放上面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棒 是我贴双眼皮贴的时候会用到的 又是一个玻璃罐 Hartley的这个果酱 它的口味是Raspberry 就是覆盆子 这个Hartley好像在英国还蛮出名的 就是它家的果酱 然后它有很多口味可以选 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们这边会有分 比如说这个Raspberry 它的味道有分有籽的跟没有籽的 我买的就是带籽的 因为我还蛮喜欢吃那种籽 比如说火龙果里面的籽 然后还有草莓身上的籽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然后就买的是带籽的 Raspberry的话口味会偏酸一点 如果你喜欢酸酸的口味的话 可以试一下这个覆盆子味的 小时候啊也会去买果酱涂在面包上吃 但是就顶多吃两次 小时候其实不是很喜欢吃果酱 但是我最近最近这段时间 就这一两年特别喜欢吃果酱 像这一罐果酱我大概吃了一个月不到吧 就吃完了 我一般是把它涂在吐司上 或者是直接用面包蘸着吃 我觉得特别好吃 我现在买的那个也还蛮好吃的 下次有情况的话跟你们分享 这个真的非常推荐 如果你们能买到的话 然后是一个喝的 这个是Alpro 我不晓得是不是怎么念 Alpro Alpro Soya Milk 就是豆奶 这个牌子在英国超市真的超级常见 其实每个超市都会有 然后他家有出很多很多种奶 比如说Almond Milk 就是杏仁奶啊 然后Coconut Milk 椰子奶 这个Soya Milk 如果你牛奶喝腻了 或者你不喜欢喝牛奶的话 可以尝一下这一种 然后他每一种奶都会有 就是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口味是Original 就是原味的 原味的是有一点点带甜的 然后他同样的豆奶的话 还会出Unsweetened 就是不加糖的 没有一点甜味的 两种我都还蛮喜欢喝的 我最喜欢喝的应该是Almond Milk 然后加糖的会比不加糖的口感要好 但是不加糖的当然比较健康 牛奶我也很喜欢喝 我一般会去Tesco买那种最大罐的牛奶 然后喝个大概四五天的样子吧 也就喝完了 因为我每天早上都会喝一杯牛奶 然后用牛奶冲麦片 这就是我每天早上必备的 就是早餐必备 所以牛奶喝的还蛮快的 然后像这种的话 我大概两三天就能喝完 一盒 如果超市有打折的话 我一般就会买这个 因为这种比牛奶要少很多 但是比牛奶还要贵 那英国超市有蛮多折扣的 就比如说他今天这个打折 明天那个打折 所以我还蛮喜欢去solo这些小折扣 感觉省了一点点钱了 但是心里会很开心 那接下来一个 也是我之前在微博上面说过的 就是这个quaker的麦片 这个牌子国内肯定是有卖 但是我不晓得 国内有没有卖这种就是盒装的 主要是想推荐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是golden syrup 真的超好喝 我很想知道这个golden syrup 到底是 就是它这个料到底是什么 因为它后面 我有想在后面找 但是它没有写是什么 我在想会不会是maple syrup 就是风糖浆那种 我不晓得它到底是什么 但是这个味道真的很好喝 然后这一盒我现在 前两天阿森打折 我又买了一盒 这盒已经吃完了 然后又买了一盒 这里面是有10小包 它是这样一包 我的吃法是把这个一包倒在马克杯里 然后再往里面加牛奶 加一杯 然后再放进微博炉里面 赚大概一分钟的样子 这个味道真的很喜欢 我不晓得国内能不能买到 而且island的打折 这一盒只要一磅 就是8块多钱 可以买到10包 所以价格还蛮划算的 你们可以去超市找一找 接下来又是一个早餐 这个是雀巢 Cherios 长这样 美剧里面他们吃早餐 都是拿这么一盒 然后那样倒的那种 所以我也去超市买了这种 想尝一尝 因为在国内没有吃过这样的 就是把牛奶热好了之后 再往里面倒一点就搁 它就是长这样 就是古物吧 倒眼这个 然后就会听见它泡进那个热牛奶里面 然后就会有那种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 然后等它泡软了之后 我就拿勺子瓦这吃 我觉得这样还是蛮有营养的 就可以补充很多纤维嘛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尝试的 这一盒价格我忘记是多少了 也就两三磅的样子吧 它好像是去超新出的 那英国超市真的有超级多这种东西 我下次去Morrisons逛的话 应该会再买其他 嗯 其他样式的来尝 接着又是一个之前在微博上讲过的 就是 M&S的 Cookie 橘皮 它这个味道我真的 这味道就是太好吃了 这个名 这个口味是 它这个上面写是 All Butter Pineapple Coconut 和White Chocolate 警车 就是菠萝 然后椰子 和白巧克力的黄油曲奇 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好吃有没有 我当时是看到那个Pineapple 我就想 这个一定好吃 然后就买回来 真的太好吃了 除了热量高没有任何缺点 但我觉得这个在国内肯定是买不到啊 因为国内没有 它这个Amandas是一个超市的牌子 然后国内应该找不到 所以很遗憾你们吃不到哦 接下来是这个 这个是贝朗的一个燕麦饼干 然后我买的是可可味的 我这个Coco它里面是有那种巧克力蟹 就是巧克力丁 会铺在这个饼干上 然后我觉得吃多了有点腻 因为它里面也是独立的那种透明塑料袋的小包装 然后我会装在我的文书 就是包包里 偶尔上课 下课的时候饿了的话可以吃 然后它一个小袋里面有三块还是四块 所以还可以跟别人分享一下 然后又是一个饼干 这个是Go Ahead 这饼干真的超好吃 就是它是外面有一层酸奶的涂层 它虽然说是酸奶的 但是你不会觉得能酸奶 就不会觉得很酸 然后里面夹的 我买的这个夹的是strawberry 是草莓 然后就像那种草莓的果酱夹在里面 然后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然后这个我小的国内买不买得到 可能进口食品会有吧 像这种饼干什么的 我一般都是放在包包里 就是带着出门的时候吃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整天都要在外面 比如说出去玩或者是一整天都要在外面上学的话 就是包包里面备 备一点这种饼干小零食什么的还是蛮必须的 因为有时候真的会很饿 可能是因为动脑吧 就真的会很饿 所以这个我会常在 然后最后一样东西是前两天我朋友来 然后我们去whole foods almond跟sugar跟honey 这个盒子我只是留着跟你们讲 我有买过这个东西 但是你们看不出里面是什么 这个真的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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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这个国内绝对有买就是杏仁外面裹着蜂蜜 就是烤过的杏仁外面裹着蜂蜜的那种 然后吃起来甜甜的 比普通的杏仁口感真的好十倍 然后再加上因为在这边我觉得就是营养要均衡嘛 所以我会去买坚果来吃 还有一个坚果要跟你们分享 这个会用来装我的口红什么 这个罐子 这个是M&S的 如果你在英国又想吃坚果的话 一定要买这个 这是他家新出的一款 叫honey roasted nuts and fruit 它这里面就是既有坚果又有干果 就是会有葡萄干什么的 然后大多数都还是nuts 就是坚果 这两个都是honey roasted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坚果的口感 觉得它太单调的话可以去买这种honey roasted 虽然热量会高一点 但是真的很好吃 非常非常好吃 然后这一罐的话是5.8磅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已经是我买的第二罐 然后吃完了 这罐子它是那种 就是这种金属的 所以我就拿来装我的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在国内的话 你们就可以去买三只松鼠啊 那些又便宜 对吧 跟这种就会比较贵一点 然后这一罐我如果放开了吃的话 我真的一晚上就可以吃完 但是每次都会克制住自己 而且我觉得它坚果跟就是葡萄干 砸在一起的话 就是口感会更好 我有在tasco买过这种 就是它也是坚果跟fruits 就是混合的 但是真的不要买 tasco的真的不要买 tasco的它不是这种 它是一袋 不是这种盒装的嘛 它是一袋的那种 里面就根本没有几个坚果 全是葡萄干 你知道葡萄干就会比坚果便宜很多嘛 然后它坚果里面也全是 几乎全是peanut 就是花生 不是很喜欢吃花生 它全是花生 我就感觉一种欺骗我感情的感觉 然后那个一袋也要三点多磅 将近四磅的样子 所以我就想说 就不要贪小便宜 还是买这个 Fan Maness的这个 看这个图 它里面就是长这样 还有就是 不能算空评吧 最后一样东西不能算空评 我最近在读的书想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看哈利波特 就是哈利波特 然后我在看它的书 其实它的电影我也没有 就是七部我也没有完全都看 但是就想说 来了英国嘛 就还是要感受一下哈利波特的文化 所以我就睡前再看 不是吧 下载pad里面 然后就睡前的话 偶尔会看一看 我觉得很好看 就是它这么火是有原因的 然后 我也很推荐给你们 如果你们想学英语 就是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因为 这种读物就是可以提升你学英语的兴趣 因为它很轻松 然后也很好读 然后一本也不是很长 会很有趣 有时候睡前虽然很困了 但我还是会 就把拍子拿出来看几页 然后再去睡这样 然后我现在读完了第一部 然后正在读第二部 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 也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我私下的是电子书啦 就在 你在网上搜一搜 就有很多资源 我明天又要出去玩啊 然后明天要去牛津 我会录Vlog给你们看 所以就想说 今天赶紧把这个视频录出来 可能光线会有点差 但是